梁家辉姓结婚31周年晒甜蜜秀恩爱照片,网友,月大牌明星月宠妻。 5月20日也是很多人口中的情人节,而这一天也是影帝梁家辉妻子将加年的生日,也是他们夫妻结婚31周年的纪念日。 梁家辉的女儿更是将他们这一对恩爱夫妻秀恩爱的照片发布到社交网站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家中穿的很休闲的梁家辉夫妇甜蜜又幸福。 梁家辉不仅精心准备了蛋糕,还拥抱妻子献上香吻,甜蜜虐狗,而江家眠也是满怀幸福的笑容依偎在丈夫的怀中。 对于梁家辉不仅精心准备,对于梁家辉想必大家度很熟悉了。 香港数一数二的演技派影帝,好作品不计其数同同时也是一个妥妥的好男人,妻子江家眠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他一起摆地摊,落魄时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成名了之后梁家辉将江家眠宠成了公主,出行都是手牵手一起走。 不难发现,娱乐圈往往越大牌的明星对待家庭越是专情。 比如一代歌神张学友,与妻子罗美威结婚二十多年。 她一直截身自豪没有传过任何负面新闻,面对形形瑟瑟的诱惑张学友只爱妻子一个人,罗美威不喜欢她喝酒她就戒酒。 甚至在1999年,张学友获得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并得到一次小行星命名权机会。 张学友将这个小行星命名给了老婆,堪称宠妻界楷模。 又比如周润发,在早年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之后,二婚娶了陈慧莲。 当时很多人都质疑为什么发哥不找个大美女而娶了相貌平平的陈慧莲,发哥则回应,美女我见多了,最重要的我看重她的内心美。 周润发与陈慧莲其实早年有过孩子,只是在领盆孩子期待缠绕导致胎死腹中。 周润发为了安抚妻子在事业上升期推掉了一切能推的工作赔了妻子七年,同时也选择不要孩子并且设立基金费赂捐全部身家。 格优也是一个大牌影帝,基本上有她的电影票房都不会太差。 同样的格优也是一个好男人。 格优与妻子贺聪在1987年结婚,虽然三十几年依然没有孩子,不过格优确确实实将贺聪重得不行。 为了照顾妻子感受不接亲热戏,只要没戏拍她就在家中陪妻子,争助干家务活,平时还会带助妻子出门旅行,在结婚二十周年的时候还送了妻子一栋千万元的别墅。 格优与妻子 格优与妻子确实是以心一意。 黄伯将妻子保护得很好,所以媒体关于她妻子的消息不多,而黄伯自己也是洁身自好从来没有与女星传过负面消息。 从来一些流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出,黄伯与妻子小欧非常有夫妻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